歡迎回到ZeroZero 我是沙冰娜 今天這一集要教大家 如何申請新車減徵貨物稅 在申請以前要先完成 車輛跟車級的報費才可以申請喔 還不知道報費的流程 請先看右上方報費偏載回來 首先第一個問題 我們能申請多少新車減徵貨物稅呢? 汽車可以申請五萬元 機車可以申請四千元 如果想要查詢退稅進度 可以到財政部的貨物稅網站進行查詢喔 第二個問題 什麼是新車減徵貨物稅呢? 這是政府鼓勵民眾貸換老舊的車輛 提升空氣品質 還有促進車輛產業發展提供的稅別 汽車只要符合以下資格 就可以開始申請新車減徵貨物稅囉 一 汽車的出廠年限要滿十年 剛好十年也可以 可以在行照和車籍資料 確認車款的出廠年月 二 我們持有車輛要至少滿一年 且申請人必須要是車主本人 或是二等親內親屬 二等親就是以我們自己為基準延伸 舉例來說 爸媽就是一等親 兄弟姊妹跟阿公阿嬤就是二等親 這些家人買新車 都可以申請我們的貨物稅喔 那機車申請貨物稅就簡單許多囉 只要符合150CC以內的燃油機車 出廠年限滿四年 不需要持有年限 也無需二等親內親屬就可以申請囉 所以說我們的朋友也可以申請我們的機車貨物稅 在確認我們符合申請資格後 就可以開始考申請流程囉 第一個步驟 在車輛回收車籍報廢之後 我們會取得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 第二個步驟 購買新車 請記得一定要在六個月內去購買新車 超過六個月就不能申請貨物稅囉 第三個步驟 購買新車時和經銷商說明我們的車輛要就換新 他們就會提供新車領牌登記書 還有貨物稅完稅證明喔 最後只要把回收管制連單還有汽車各項異動登記書 一併交給經銷商讓他們協助申請就可以囉 廢車回收請找最專業的ZERO ZERO 可以上LINE官方帳號預約 或是撥打0800-009-717咨詢 更多廢車的疑難雜證一次為您解答